應該講禮拜六 香港人就特別到了西九龍站 因為你剛剛講 除了這個一地兩減之外 他還有很多香港人 不能接受的地方 對 沒錯 事實上大家講到 這個西九龍站的時候 很多香港人懂風水都說 這個地方本來就怪怪的 為什麼怪怪的 寶傑 我先跟你講 第一個這個西九龍站 這個區域 在這個西九龍 這個地方 原本是沒有這一塊土地的 這塊土地是怎麼出現的 寶傑你知道嗎 原本一開始的時候 他是沒有突出來 這些東西 是後來中國大陸 把它弄出來的 填海出來 填出一塊 這塊地之後 大家看了那塊地 都覺得怪怪的 怎麼樣怪怪的 因為看起來就很像 是一個舌頭的這個形狀 你可以仔細來看 這個舌頭的形狀 在這個地方 而且後來他們還在上面 蓋了非常多 這個一個公園 兩個公園 這個地方蓋了一個博物館 看起來的話 很像是一個什麼 舌頭的這個樣子 但大家覺得說 就蓋出這個樣子 這樣子 對 那你知道 他這個舌頭 寶傑你知道 他這個舌頭是正對了什麼 正對了對岸是 中山紀念公園 而且中山紀念公園 這個孫中山 他的雕像是背對的 也就是說為什麼他要 從背後去咬這個孫中山 他們就說 因為孫中山跟中華民國 相當大的關係 那香港為什麼會這麼自由 跟中華民國 或是這個香港 曾經是中國很多革命的 這個支柱之地 所以我要壓住這個地方 所以我要咬這個孫中山 再來就是說 這一塊這個香港 這個所謂的這個高鐵 在這個地方蓋下去之後 他就變成是這個蛇被通電了 被通電通到哪裡去 通到北京去 通到北京去 他做什麼 直通北京 直通到北京做什麼 因為這個蛇在這個地方 我們知道香港的這個龍脈 所在地 香港的這個過去 人家就說香港是這隻烏龜 烏龜的話 這個水是從這邊進來 從這邊進來的話 所以你可以看到 香港的這一帶 都是非常繁華的 那非常繁華的時候 我弄個蛇在這個地方 我就先把這個氣 通到衝走 又是龜蛇大戰 先把它通到這個北京去 所以我就說 所以很多人會懂 這個所謂風水 都說 這真的對我們香港 是相當不利 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這個香港高鐵站 這個西九龍站本身蓋了 就讓很多香港人覺得非常不爽 他們都說什麼 這跟我們香港的墳墓很像 你看這是香港高鐵的側面 這是香港的這個墳墓 所以他們說 你這個地方給我們觸眉頭 所以很多香港人都覺得說 你根本就是做這種 所謂風水鎮來鎮壓我們 而且保潔你知道 當初提出這個計畫 是江澤民 江澤民他本來就非常懂的 這個風水 他有一個正性的香港的國師 幫他策劃這一切 所以很多香港人就說 你真的是要破壞我們這個格局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另外一個新的 就是租港澳大橋 為什麼租港澳大橋 是破壞整個香港的這個格局 我們知道租港澳大橋 他其實有這個大橋兩個這個地方 這個地上之後出來這個地方 有一個類似舌頭這樣的樣子 那很多人就說什麼 這要征就這個地方 對 他一邊 就這個地方 對一邊 一邊從這個澳門出來 一邊從香港出來 然後兩個是對峙在珠江的口岸 那為什麼這個是破壞香港的這個格局 事實上一開始蓋的時候 因為他們都說了 這個是這個香港這個龍脈所在 珠江出來這個地方 那我在這個地方蓋了兩條蛇 把你截斷在這個地方 然後而且兩條蛇會互鬥 也就是說讓香港跟澳門兩個互鬥 互鬥的話 這樣的話 這個整個香港的格局 就會慢慢的減少下去 這是不是一樣的 這個時間在這兒 但是那就是一邊 nove między日子 就不會有聲音 這回的 每一邊 都在這兒 我們 每個 by bwd6